而为了让父母安心在外打拼事业 婴幼儿交由县政府照顾 华林县新秀公共托婴中心 25号下午办理了开幕活动 县长许正伟、新城乡长和李台 县议员郑宝秀、邱光明等贵宾都共同参与 以最严谨的态度打造最舒适安全且合格的公托中心 为了满足现在公共托婴的需求 华林县新秀公共托婴中心 25号下午举行开幕典礼 同时年底之前即将招生 县长许正伟、县长和李台 县议员珍宝秀、邱光明等贵宾共同参与 以最严谨的态度打造舒适安全合格的公托中心 设在我们的新秀地区 这是事半也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期待非常非常深 所以有非常多的议员都一直不断的关心 像在地的我们的邱光明议员、郑宝秀议员 以及我们在地的村长 我们的这个王秋香村长是琢磨最深的 那当然还有新生代啊 我们这个可能希望能多生几个 我们副委豪、主委啊 天天都住在这里、天天绕在这里 相信有这么多的孩子 未来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这个真诚报国多多益善 我会在脸书上看到你天天报音了 然后在这里我想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 发联会持续往前走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 首期首席年轻一起向前走 新积的拖音中心 这个地点刚刚是新城乡的一个中心点 跟旭林乡毗林 所以名叫新秀 因为现场是不是连旭林乡都是 而且这个地方叫新秀村 这个让年轻人非常感谢、感动 这样子的一个拖音的中心 能够替他们的小朋友带好 欢迎县新秀公共拖音中心坐落在新城乡 青年住宅 该中心具有设有智慧拖音系统 透过爱尔堡APP 结合研发科技软硬体运用APP 爱尔堡系统 整合物联网以及互联网 提供门禁迁道管理、幼儿防疫管理 即使通知服务等功能 也就是提供更安全 以及先进的幼儿拖音管理 利用智慧传电 透过IoT等装置 收集一些生理数据 如身高、体重、头围、体温、睡眠时间 呼吸频率以及饮食质量 以上之Data 运用AI以及BitData 来建立新的生理数据的长次 生理发展异常的自动警示 以及体温通过API与卫生局联络 预警体温异常 记得终于闲门下报道